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在西班牙加泰尼亚自治区自上月被中央政府直接管制后 总理拉霍伊 Maria Norajoy 周日12日首次到访当地 而在前一天 约有数十万民众上街抗议 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加泰官员 综合外媒报导 拉霍伊在国防部长戴克斯贝多 Maria de Lost Hospital 陪伴下在当地时间上午抵达巴塞楼那一家酒店 出席人民党候选人阿尔比奥尔 Xavier Gosselvio的竞选活动 短暂访问行程结束后将返回马德里 拉霍伊在演说中呼吁选民在12月21日积极投票 希望沉默的大多数能把声音转化成选票 他们要以民主为每个人重新夺回家派 他也对阿尔比奥尔表达强烈支持 并称西班牙将继续捍卫法治 宪法自治和所有西班牙人的权利 拉霍伊也解释为何要动用宪法第155条 其中之一是恢复法治 充实信任和恢复社会平静 并止不稳定的社会阻碍加泰创造就业的能力 恢复正常和法治将有助激活经济 他也呼吁企业不要离开加泰 消费者不要抵制加泰产品 拉霍伊到访的前一天晚上 约有75万加泰民众在巴塞隆纳上街抗议 要求当局释放被拘留的10名加泰官员高举 共和国标语并称这些被拘留的官员是政治犯